嗨,大家好,我是邱韵的英子 从罗口开车到北京呢,已经睡了两个晚上了 大家都说,北京呢,非常的热 其实我这次回来的时机还是很好的 北京都在下雨 昨天晚上呢,我在丫头这儿不是睡的吗 后半夜呢,我的这个窗户不是开的纱窗吗 还有一股凉风吹进来了 我赶快把厚杯子盖上来 因为我姑娘住的这个房子呢,是高层 所以她这个晚上的这个通风呢,特别的好 你根本就不用开工条,开点补膳 非常的凉爽 早上还没醒来 姑娘就先泡杯茶 先给我泡杯茶 姑娘呢给我 她上班之前嘛,走的时候 给我弄了点西瓜 放到我的床前了 意思就是说,起来了你吃 然后把早餐呢,都放在桌子上 看来这个,回来 看孙子啊,还是没白看 有付出就有回报 当然了,自己的外孙,自己不看谁看呀 还有评论说,哎,英子 你的亲家怎么没来看孙子 其实我前面呢,在头条又说过 我亲家回去养鸡去了 我说我特别爱吃土鸡 不爱吃那种就是增肥的那种鸡 回家就养那种土鸡 那种鸡呢,我去做那个拉斯鸡 就得用那种公鸡炒出来的最好吃 那么我就得回来看孙子 到下午一点半 还得去送孩子去学习 抱着爸妈 我还得在外面等一个半小时 这一个半小时也挺难熬的 附近正好有一个商场 你可以去转一转,也是蛮好的 其实呢,跟孩子在一起 跟外孙在一起 也有他的乐呵 在外面跑差不多了 回来跟家人呢 在享受这种天文之乐 真的蛮开心的 今天呢,我想说一个话题 我回来的时候呢 每次回北京 都会给孩子们带带海鲜 这是我每次回来必做的事 毕竟呢 龙孔呢,在海边城市 海鲜呢,有特别的鲜 回来呢,正好我也开车 给孩子各种各样的海鲜呢 带了一些 回来呢,那螃蟹的腿呢 我姑娘说 妈,这螃蟹的腿还动着呢 就那冰鲜把它冰着 它那个,你像鲍鱼啊这些 它都是活的 晚上呢,我那个姑爷 挣了一大锅 把孩子们吃 吃嗨了,吃美了 尤其是我那姑爷 特别爱吃海鲜 有人评论说了 说,哎,鹰子 你那海鲜怎么那么便宜 其实呢,我买海鲜的过程 大家也都看到了 当时买那个海鲜呢 我当时说的是500块钱 其实那个海鲜呢 当时是600来块钱 因为呢,它就收了我500 为什么呢 我在龙孔的将近四个月 都是在他家买海鲜 我来的朋友啊 来的粉丝啊 还有我请客吃饭呀 买海鲜呢 都在他家买 它那个市场里海鲜 很多家 但是我唯独就买他家 这可能就是一个人的 一个习惯 我不会像有些人说 我今天买这一家 我明天买这一家 第三天呢 我在尝试那一家 不是的 我买衣服 也是这样 比方说我在龙孔 特别喜欢马百汇的衣服 那么我买马百汇的 这种全马的 住马的 我就在他家买 我不会说是 说是走一家 就买走一家 不会的 可能这就是 一个人的性格 专一 再加上呢 你买的这一家海鲜呢 它也熟悉你了 它也知道你的口味了 它也知道你需要什么 买的时间长了 可能也就接下了 深厚的友谊 一直到呢 我买海鲜呢 是给孩子买的 所以算账的时候呢 当时是六百来块钱吧 后来结账的时候呢 说是阿姨 就收你五百块钱 我当时呢 也就接受了 为什么呢 我在这三个冬院 基本上都是在他家 买海鲜吃 我可能这就认为呢 这就叫付出 必有回报 这个视频呢 发出去以后呢 就很多人呢 粉丝呢 就要这个小丫头的链接 或者是联系的方式 我就给那个丫头说了 我说丫头 把你的电话发过来 我说我的这些粉丝呢 都想和你联系 可能会买你们家的海鲜 我就把电话呢 就发到 只要有说 要联系的 我就把电话呢 发过去了 然后呢 我就给这个姑娘 打个电话 我就给她说了 我说我现在的很多粉丝 都要你的电话 可能 他们会在你们家 订海鲜 发货 我希望 你 一定要 做到 第一 海鲜 一定要 新鲜 活的 第二 撑 一定要给人家 给足 只能多 不能少 第三 这 也是我 对你的信任 也是我的粉丝 对你的支持 和信任 丫头说了 阿姨 你放心 绝对 没有问题 到九月份呢 龙孔呢 就开海了 这个时候的 海鲜呢 就更加的 分满 更加的肥 也更加的好吃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订一点海鲜 如果说顺丰快递 这是最好的 我也想好了 等开海的时候 我也让这个小姑娘 给我借 像皮皮虾呀 吃甲红啊 那种梭子线 也特别的 里面一掰开 全是黄 像鲍鱼啊 都是我爱吃的 我也会让这个小姑娘 给我发的 你们发 我就不发了 对吧 其实呢 我当时啊 在龙孔 买房的时候 我就看上了 大海 也看上了 那里的海鲜 当然了 也更看上了 那里的气候 环境 还有那个 复养离子 我在那 我有鼻炎 我回到北京 就这两天 鼻子就不舒服 其实我说话 大家都可以听出来 鼻子就 就囊了 这就是鼻炎的结果 但是我在那里头 我在龙口 不吐痰 特别的舒服 在此呢 我呢 很感谢 头条粉丝 对我的支持 厚爱 关键是啥的 信任 我呢 就会把 更好的 分享呢 送给大家 比方 很多衣服 说好看 要链接 我就 发过去 只要你喜欢 好 再见